12月12日,周海妹工作室发布复告,称周海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,享年57岁。周海妹曾有过多段感情,差一点嫁给吕良伟,曾和天王黎明传出绯闻。自11日传出周海妹的死讯后,很多网友都表示不是真的,希望周海妹能赶快现身辟谣,莫想到最后还是等来了周海妹的噩耗。 12月12日,周海妹工作室在微博公布噩耗写道,我们沉痛地告知大家,海妹姐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3年12月11日离开了我们。愿天堂没有疾病,愿来生我们再相识。 复告中除了周海妹工作室的维码以外,还有周海妹的家人,周海妹的母亲和家人写道,亲爱的海妹,希望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会继续快乐,家人以你为荣。 6天前,周海妹刚过完自己的57岁生日,当时她还发文向12月问好,莫想到,岁月却如此地不善待她,让病痛带走了善良美丽的周海妹。 周海妹是大众心中的古装女神,特别是她饰演的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周芷若,更是经典角色。 但这样一位女神,如今57岁,却截然一身,在豪宅内与两只狗作伴,因为她的情史太过坎坷。 周海妹去世的消息传出时,大家都去吕良伟的评论区询问真假,众所周知。 吕良伟和周海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当时成名已久的吕良伟,不顾11岁的年龄差,疯狂追求才19岁的周海妹,后来还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1955年,吕良伟在越南的富豪之家出生。 家中生意兴隆,锦衣玉时,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五年时光。 然而好景不长,五岁那年,家族生意失败,家到中落。 吕良伟跟随家人逃离越南,移民香港,开始了艰苦奋斗的生活。 为了母亲的癌症医药费,她不得不辍学打工,从流水县工人做起,之后更兼职各种临时工, 只求多挣一点钱。 青春与欢乐在她生命中曾是如此短暂,命运的重压将她的心灵和身体都压得喘不过气。 与吕良伟成长环境截然不同,周海妹1966年生于香港世家大族,是富甲天下的瓜尔加世后代。 娇奢淫逸的家庭环境并未扼杀她天生的好动活泼与任性个性。 她长大后的张扬作风和古板父权至门第观念格格不入。 1984年,她参加香港选美比赛,本想着能尽早被淘汰,却因出众相貌而被导演相中,成为了无线电视展露头角的一线小花。 如果说,与梁伟的成长轨迹是命运无常和奋斗不息的缩影,那摩周海妹的成长经历,则是奢华权贵与天生不凡相得益彰的写照。 两人人生的起点如此不同,却最终在演艺之路上不期而遇,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 1989年,与梁伟在拍摄电视剧《小岛风云》中与同剧组的周海妹邂逅。 三年前,她就在报章杂志上献过周海妹的照片,对她天生丽质和动人笑容颇有好感。 这次见面,更是确认了她是自己梦中情人的想法。 于是,吕梁伟主动约周海妹吃饭,两人一见钟情,迅速燃起了爱火。 周海妹也深深被成熟稳重的吕梁伟吸引。 这种吸引来自于男人味十足的魅力,对她千一百顺的细心体贴, 以及两人在经历和人生观念上惊人的契合。 她第一次感受到,原来爱一个人可以如此把心交付,即使她比她大了九岁。 1989年12月,吕梁伟33岁生日这天,他们在美国注册结婚。 原本吕梁伟想办一场盛大婚礼, 但周海妹担心会影响两人宏极一时的演艺事业, 所以,他们选择了低调入策。 婚后两人仍然如交似妻, 吕梁伟被周海妹明艳热烈的女人为深深蛰伏, 周海妹也为有她相伴的日子而感到无比甜蜜和满足。 然而好景不长, 这段姻缘注定会在时过境迁中落幕。 婚后末多久, 两人就因为不能协调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发生了争执。 吕梁伟与周海妹的婚后生活很快就暴露出了问题。 周海妹我行我素惯了, 丝毫不想扮演贤妻两母的角色, 整日里和朋友私混, 酗酒泡巴, 对家里的家务事不闻不问。 吕梁伟父亲保守厚道, 看不惯她的放荡作风, 时常挑剔她没有妇道貌的地方。 两人为此争吵不休。 吕梁伟家在父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, 苦口婆心地劝说她多花点时间在家人和生活上, 但周海妹丝毫不畏所动。 明星地位和事业成就对她来说远比家庭责任重要得多, 她无法想象自己会沦落到当一位相夫教子的主妇。 渐渐地, 吕梁伟也对她不作为的态度感到失望和愤懑。 1989年底燃起的爱火, 在1990年的现实打击下暗淡下去。 作为一个承担着佳绩和拯救恋人的男人, 吕梁伟的自尊心也在这不断的争吵中逐步磨灭。 结婚仅仅八个月后的一天, 吕梁伟红着眼眶提出与周海妹离婚。 周海妹默默点头, 两人都心如刀割, 却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, 他们之间注定无法长相厮守。 于是, 他们在律师协助下签署了离婚协议书, 就这样无奈地结束了这场姻缘。 从此之后, 两人再无联系, 各自沉默着继续自己的人生。 吕梁伟长欲一口气, 周海妹含泪离开。 离婚后的吕梁伟全身心投入到演艺事业, 先后在多部知名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主演, 并凭借博豪一片成功转型为荧幕影帝。 然而, 事业如日中天之时, 感情生活却并不顺利。 1999年, 已是中年的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, 不仅因投资失败欠下高额债务, 女友还在此时提出分手, 让她一蹶不振, 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。 就在这时, 一位名叫杨小娟的女子仿佛天使般出现, 解救了她的命运。 原来杨小娟的家境富裕, 看不下去吕梁伟受苦, 主动帮她还清了债务。 两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产生了感情, 终成眷属。 在杨小娟的精心照料和支持下, 吕梁伟渐渐走出了情感和事业的低谷, 不仅在香港, 而且在内地也称为一线实力明星。 她也在这段婚姻中迎来了可爱的孩子, 构筑起了美满幸福的家庭。 相较之下, 周海妹的情感命运就显得十分坎坷。 尽管在演艺界她依旧红极一时, 但感情却始终未能如愿。 她曾有过几任男友, 都已分手告终。 现在已经55岁的她, 终于也找到了相处多年的知己男友。 虽然两人并未正式结婚生子, 但每日依偎在一起, 度过的夜晚, 也足以让她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满足感。 三十年后的今天, 两人仿佛变了一个个子。 吕良伟事业家庭双丰收, 周海妹虽然晚景凄凉, 但也以看看命运带来的这场大起大落。 人生最怕空欢喜, 他们也都找到了自己此生的依靠。 时过境迁, 曾经相濡以沫的两人, 也在人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。 那场婚姻, 就像他们Fate中一道闪电般的映衬, 曾点亮过生命, 却终究消逝在风中。 多年后的今天, 吕良伟已是家庭美满的中年人, 最初的失败婚姻也成为她往事云烟。 而周海妹虽然感情多舛, 仍然找到了知心良人。 他们各自开出属于自己的花, 接出属于自己的果。 其实在他们被迫签字离婚的那一刻起, 他们的故事便注定会演变成不同版本。 吕良伟选择了重新出发, 周海妹则在原地打转, 但命运连接下的这段缘分, 也让他们在人生必经的低谷里, 得到了救赎。 爱情就像花朵一般, 绚烂多姿, 却也脆弱不堪。 它需要用更持久的情感去浇灌, 去呵护, 才能结果。 吕良伟与周海妹曾让彼此心花怒放, 却莫能让那抹绚烂之美始终绽放下去。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有两个说法, 第一个说法是, 周海妹最新工作, 无暇照顾吕良伟生病的父亲, 夫妻矛盾健身, 随后离婚。 第二个说法是, 周海妹在拍摄《今生无悔》时, 和男主角黎明暗生情愫, 随后和吕良伟提出了离婚。 现今, 外界一直传言两人是因为第一个原因离婚,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 当年吕良伟可莫少吐槽周海妹, 两人离婚后, 吕良伟参加香港的谋访谈节目, 被问及和周海妹离婚的原因。 吕良伟直言就是因为黎明, 还声称只要她周海妹开心就好。 此后多年, 吕良伟和周海妹一直老死不相往来, 直至近年, 两人年纪大了, 才渐渐释怀, 前几年还曾同框过。 这次吕良伟发文悼念周海妹, 直言太突然, 听到消息后,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, 还亲切地称呼周海妹为海味, 可亏当年情。 不过有些网友却怒斥吕良伟不尊重海妹, 连人家的名字都打错了。 还有许多网友跟风评论, 吕良伟的评论区直接沦陷了。 好在, 有网友了解内情, 赶紧在评论区解释, 吕良伟才洗脱了打错名字的嫌疑。 目前, 周海妹离世的新闻依旧在发酵, 网友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, 压根不相信周海妹突然离世了。 一如周海妹的母亲所言, 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能快乐生活, 忘记病痛, 继续做快乐的自己。 但终归的美好, 是他们后来都得到了真爱。 无论命运还会如何安排, 他们的结局已然是圆满。 因为曾经有人出现, 点亮过生命的星空, 这就是人世间最值得铭记的美好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